今天会提告民事 那民事的对象很清楚就是 民主进步党的吴征发言人 那民主进步党明知事实不是如此 放任他的发言人在扭曲 甚至造谣 这个部分的话 告民事诉讼是把他们 希望他们要负连带责任 程序上我们会以民事诉讼为主 因为这件事情 他毕竟还是必须要 所谓的除去相关侵害 那有关不时报道的媒体 我们也会一并提告 各位可以去找一下 2月1号自由时报 周景文所写的那一篇报道 他内容里面其实很清楚的说明了 民进党透过很多路人 想要来跟民众党沟通 当天2月1号早上的自由时报 已经把这段时间写出来 民进党透过各路人马 来跟民众党沟通是一个事实 而且已经在2月1号早上 被报道出来 那个时候就已经呈现出 所谓的民进党的前主席 有来沟通 这个事情不是民众党报的料 是自由时报当天早上就已经报了料 那报了料才会有下午 包括吴珍 包括两个媒体 一个是ET Today 一个是三例 去做了说民众党主动联络民进党 要谈立院龙头副龙头 也就是说他们明明知道 尤其是自由时报已经爆料 是民进党来接触民众党 可是下午他们又做了另外一种 完全不同的扭曲的放话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告这个民众出送 我很有意思 是